全球华文网2020第八场直播教学分享会 今天邀请到幼教专家黄黎满老师 跟全球的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分享 他多年的幼儿教学经验 并示范可实际应用于教学现场的多元技巧 若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大家在直播中踊跃参与互动和留言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交给黄老师 嗨 大家好 欢迎今天大家一起来 哎呀 我不是黄老师啦 他才是啦 可是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嗨 好了 黄老师请出来吧 嗨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下午来共同参加我们这个联习 那不管你是在天涯海角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是我的新朋友 是我的老朋友 你是教学很丰富的老师 也许你是刚要踏入职场的老师 那在这个时间点 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为自己掌声鼓励 那我跟大家一样 从事这个教学的工作呢 也是从懵懵懂懂开始 慢慢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淬炼 经历了一些改革之后 慢慢的才比较稍微成熟一些 一些些啦 没有比各位好 那我想在现场 很多老师应该是都很有教学的经验 那我在我这一辈子呢 我只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从事幼教工作 那在这个当中呢 有经历了当老师 我也经过了当园长主任的一个阶段 那参与了很多的辅导工作 平坚工作 那在这里面 我一共完了37年 到现在呢 还是没有放弃这样子的工作 那今天我所接到的任务呢 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幼儿园的部分呢 我们怎么样来陪孩子玩游戏 大家分享一下 幼儿园的课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陪孩子玩游戏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陪孩子玩 其实我们大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所以呢 我会认为说 老师的你的教育信念是什么 是会影响你的教学氛围 跟你的课程设计 甚至于呢 到最后所达成的一个目标 目标是什么的时候 是会根据老师的教学信念而来的 所以我今天呢 大致上会分为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分享讨论 那第一个部分是幼儿园的老师像什么 这个要来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思考一下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么认真努力 那么我们的孩子他到底应该学一些什么 什么才是他真正的能力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以游戏为本质的教学活动 一个教学案例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幼儿园的教师的角色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以前我们很明确的就是说 很多的课程设计都是从老师的角度 角度 大人的角度想法去做设计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孩子他是被动学习的 那很强调指导性 很强调成绩 过程如何 没关系 你只要会就好了 那他是着重成果的 可是呢 现在的不一样了 现在的我们的方式是以孩子的角度 来收集更多的想法 跟编辑这些课程 那我们是注重的是 孩子他必须要能够主动的学习 主动跟被动 这差异是非常大的 那老师的角色改变了 他会变成是着重的引导 那非常重视孩子他从不会到会 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是怎么来的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很善用资源 这个资源呢 包括了我们个人的资源 我们社会环境的资源 我们的自然资源里面 这些东西来运用出来 然后会从孩子的学习历程去展现 所以呢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以前的老师是有主导性的 是权威的 老师要教你什么就是什么 课本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老师呢是一个观察者 我们在教室里面 我们常常会是观察孩子在做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讲什么的小小话 那我们是引导的人 那我们也是一个沟通的人 支持孩子学习的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要变成孩子的好朋友 家长的好朋友 老师像什么呢 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觉得在您的教学历程里面 您觉得你很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帮我们留哦 好 幼儿园的老师像什么呢 首先 他是一个专业的课程活动的计划者 同不同意 好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有一些课程设计的能力 好 幼儿园的老师像医生护士 又像艺术家 很多时候幼儿园老师待久了 我们一看孩子的情况 孩子今天有一点点流鼻涕了耶 我们就会提醒家长 要带孩子去看医生 好 幼儿园老师也常常会是 爸爸妈妈口中的警察 你不乖我去告诉老师哦 这是很常有的事情 好 幼儿园老师像什么 五星的品牌代言人 我们有哪五星呢 爱心耐心恒心用心 还有个什么心呢 永远不会心 五星的品牌代言人 这是我们幼儿园老师的特色 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起当老师更像是在当一个爸爸妈妈 孩子在学校里头 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是他的保护者 好 很多时候老师又必须是一个教具或者是玩具的设计者 甚至于叫维修 常常小朋友就会来 老师这个坏掉了怎么办 所以呢 设计维修也是老师常有的工作 重要的是我们常常会化身为孩子的好朋友 还是常常来跟我们讲一些悄悄话 所以我常常会跟家长讲 你们两个如果吵架要偷偷的吵架不要让孩子听到 不然我明天马上就知道了 因为孩子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会告诉我很多他心里面的事情 那教室布置设计布置的达人 那更不用说了 我们为了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常常就要把自己化身为一个很厉害的布置的达人 包括运用孩子的作品来设计布置符合我们的教学主题等等 好 投诉调解委员还是的侦探 这倒是事实 小朋友最常说的是我要去告诉老师 好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调解 通常我们都不建议马上介入 但是这就牵涉到我们的应该是所行为辅导的部分 我们会告诉孩子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直接就去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也很像侦探 家长就会来跟讲 老师我小孩的衣服忘记带回去了 那老师就要从回家的这个情境的往前推 孩子去了哪些地方 到过哪些地点 然后去把东西找出来 所以我们又是调解委员 我们也是侦探 发型设计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孩子在学校玩得太开心了 披头散发了 爸爸妈妈要来接他的时候 哎呀我们就顺便跟孩子聊一聊 今天的活动 顺便就顺手会帮他们打头发输一输 然后呢 孩子就会说 妈妈你不会输头发 老师比较会 老师会帮我把垫子 老师也是发型设计师 好 重要的老师是教室里的导播跟摄影师 导播的立场是终观全场 当你站在教室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眼光是看到所有的孩子 看到所有的状况 今天摄影师 因为我们要帮孩子制作很多的历程的一个记录 学习历程的记录 那摄影呢 我们可能拍到孩子的活动 孩子的作品 那这会牵涉到日后 我们对孩子做所谓的教学评量 学习评量里面的重要的一些文件 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自己觉得 老师是什么 老师是演什么 像什么最称职的演员 各位看到那个穿礼服的人 不要怀疑他就是我 看到那个戴帽子的小女孩 也不要怀疑那是我画的 所以我们是个最称职的演员 所以老师们同不同意这些说法呢 如果您觉得这些说法还不够的话 我还有一个说法 我会觉得老师像蜘蛛 蜘蛛是很忙的 他必须要去织他的那个网络 老师要把课程织成一个网络出来 老师也像章鱼 章鱼是最聪明的动物 他会随着环境去改变他自己的外貌 他的颜色 去适应那个新的环境 去改变那个氛围 老师也像水母 因为水母是很柔软的 处需更多 需要做的事情更多 那最后呢 是我最近的朋友说的 他说你们老师 你那些都不足以形容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 其实是牵手牵眼观音 因为你要看得更多 你要做得更多了 那为什么要讲老师 因为幼儿园的老师呢 是我们的教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老师你的信念是什么 那么你所处理出来的课程 你所处理出来的学习氛围呢 就会不一样 那也许老师觉得 我就是要严格 那么你的班级 可能就是会比较严格的一个状态 那有的老师觉得 我希望孩子能够更开放 更有创意 那么你的课程的走向 那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最重要的是 孩子刚来学校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你刚接到老师 接到一个新的小朋友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那教育家早就告诉过我们了 孩子不会跟他们讨厌的人学习 讨厌的人重点在这里 我们大的眼一样 远远的看到那个讨厌的人来的时候 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了 我们不会去跟他做接触 孩子更敏锐 所以呢 还是他不会跟他们讨厌的人学习 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不讨厌呢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 第一个 我们自己要保持愉快的心情跟笑脸 人家说伸手不打笑脸嘛 那你一个愉快的心情 对你今天的工作来讲 他都是有加分的效果 那笑脸很重要 笑脸可以学习 我呢个人就是这样 我不笑的时候 人家都说我好严肃 那笑脸呢 是每天可以照着镜子笑笑看 这是可以学习的 好 第二个呢 温暖的肢体动作 我们都知道孩子年纪很小 个子很小 当我们每次讲话都站着的时候呢 孩子就会觉得你是巨人 我都看不到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没有办法跟你对视的时候 那我们要传达什么事情 孩子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知道 幼儿园老师最常做的 想要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就会蹲下来 跟孩子的视觉 视角是一样的时候 孩子他才会安心 他会觉得你是他的朋友 好 第三个是倾听 我们常常会急着想要把我们的课程教完 因为我们尤其是有那种结构性的课程的时候 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追着跑的时候 我们会很急 在这个急躁的当中 那就没有办法去听到孩子到底会了还是不会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了 也没有办法听到了 也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去知道 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倾听很重要 再来就是不急慢慢来 尤其是对年纪越小的孩子 你越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去做学习做适应 那事实上 当我们给孩子多一点时间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给我们自己 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 孩子要的是什么 我们就从孩子要的里面来做一些设计 好 再来就是初期不化的变化 为什么要变化 我们都知道孩子的耐心 坐下来听故事的耐心 顶多15分钟 叫他好好的端正坐在那里 大概三秒钟就说不了 孩子是好动的 是好奇的 他不喜欢一层不变的 那要初期不变的变化 这个就要考验老师 我们要经常去思考 我同样的一个课程 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做不一样的呈现 那再来就是甜蜜计划 这是我最常用的 在学校里面也最常用这个 甜蜜计划大概就是 我们刚接到一班的学生 或者是一两个新的孩子的时候 因为大家彼此不熟 可是家长会很急 家长想要看到一些 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孩子去学校上学了之后 他到底学了哪些东西呢 可是我如果太久了 看不到家长会失去信心 所以通常我都会设计 甜蜜计划 什么是甜蜜计划呢 第一个礼拜 每一天请孩子回去之后 要在爸爸妈妈耳朵旁边 不能够很大声 要耳朵旁边的讲 爸爸妈妈谢谢你 再来就是你辛苦了 谢谢你带我上学 慢慢的用你的语调 然后去表达孩子的感谢 这个是家长最容易接受到的 通常经过这样子的时候 已经有80%以上的 孩子跟老师对你的心认是够的 所以呢 在教学之前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先让孩子跟家长喜欢你 这是我觉得 是我们当幼教老师很需要的 尤其是开学那一段时间 或者是新的孩子来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 老师们应该也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做法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面 跟我们留言 跟我们一点回馈 老师很需要鼓励 好 那我们谈到教学的部分 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教学活动 它一定有一些基本的元素 人 环境 事务 课程等等 那当然我们这边把它缩小到 就是说当我是一个老师的时候 我这个教学人员 我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除了我的人之外呢 我可能还会有一些 教学的方法会有不一样 我可能还需要去注意到 课程内容也要不一样啊 那我们是当老师的人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 专业的素养 这个专业素养往往是 我们不论是教任何年段的孩子 都必须要具备的 我们有养分的话呢 我们才有办法去把孩子的课程 把它弄好来 那尊业素养会有哪一些呢 大致上我整理了一下 大致上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依据我们这个教学对象 它的发展阶段 因为每个孩子会不一样 不同 然后我们要进行有效合宜的教学 有效合宜是很重要 有一些教学是没有效的 那就无意义了 合宜呢 是适合不适合这个孩子 有时候 我们对年纪小的孩子 给了太深奥的课程 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然后 然后 专业素养里面呢 有一项 就是我们要跟家长沟通 因为我们有一个责任 就是 我们有这个义务 要告诉家长 要让家长了解 孩子的学习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会牵涉到很多的沟通 好 老师还要活用各项领域的知能 各项领域是什么 这会牵涉到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 我们能够教什么东西出来 代表你对那方面的深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实时的警惕 也是要常常参加演习是这样子的 好 那在教学方法部分呢 要多远活泼 以右耳眼的课程来讲呢 他是一个动态式的学习活动 那什么是动态式呢 动态就是 包括你的空间是动态的 你的时间是动态的 你的课程是动态的 你的课程是动态的 那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是 要配合 可以让孩子选择的 会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那重要的是 要学会教具的应用 就像我刚才一样 这个人是黄老师吗 不是 我是大妖怪 是这样子 然后呢 嗨 大家好 很多的教具的使用 除了可以自己制作之外 现成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像这个 都是很好的 那重点是要弹性 不要一成不变 好 再来课程内容的部分 一定一定一定 请大家要记得的 适性选择 什么是适性选择呢 一定是考量孩子的能力 考量孩子的年龄兴趣 考量孩子的需求 然后用结构性比较低的素材 什么是结构性比较低的素材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介绍 然后呢 要以统整的方式 什么是统整呢 大家想一下统整 一定是把它统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那到底要整合哪一些东西呢 这个呢就是 我们如果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教学活动 才可以达到最佳化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来猜猜看 他们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些都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他没有口语表达 那我们大人怎么会知道他要什么呢 我们都是透过很多的尝试错误 对不对 尝试错误呢 孩子他用他不同频率的哭声 来表达他的不同的需求 我们大人呢 也猜猜猜猜猜猜 终于猜对了他到底要什么 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 他不会告诉你他是饿了 还是困了 还是尿布湿了 那家长从这三个方面去处理之后 发现哦 原来是尿布湿了 我们学会了 我们哦 他下次这么哭的时候 他就是尿布湿了 哦 孩子也知道 我下次尿布湿 我就是要这样子哭 所以呢 这一口语表达的时候 孩子他只好 只好如此的 那口语表达是怎么来的呢 我在想 全世界的孩子大概都一样 孩子的语言发展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长模的曲线 大概零到一岁半的时候 他会从发出声音 慢慢的 不知道在讲什么 他会开始自己玩 然后到两岁的时候呢 大概可以使用简单的短句 然后从图片里面找出 熟悉的物品啊 人称啊 会稍微讲一下 爸爸 爸爸单字 妈妈 喝水 水水 那到三岁左右呢 他开始会有模仿 跟重复的访说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如果这个孩子的照顾者 他常常跟孩子讲话 那孩子就会了 因为他会听进去 他就会了 然后他会开始模仿 然后模仿 我们给他鼓励 不正正强 他就越说越开心了 然后呢 他会开始出现 使用一些代名字 我想要 我要 我想要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啊 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老师我小孩我烦死了 怎么了吗 他一直问 一直问 一直问 这个时候 他的一直问 一直问 就是两三岁孩子的特性 这个时候他的议会已经 非常非常的多了 至少他可以听得懂的 已经都是到200到300以上了 只是说他在使用上 还没有很顺畅而已 那这个时候呢 小朋友都会好问 为什么 是他常常听到的 那这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讲下去啊 然后我们会去猜 他的为什么是 想要深深的问下去 还是他只是嘴巴讲为什么而已啊 那有个笑话不是说吗 孩子回去问爸爸妈妈 我从哪里来 糟糕了 爸爸说 你去问妈妈 妈妈说 你去问老师 老师说 你去看书 其实孩子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他只是想知道 我是从屏东来的 我是从台中来的 我是从美国来的 我是从德国来的 他只是要这样而已 但是因为语句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们都还是在互相拆来拆去 然后就会问到很生气 那在学校里头 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 怎么办 老师您觉得呢 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 刚刚尤老师已经在直播上面打了 对 孩子有十万个为什么 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 回话 偷偷的告诉你 你就跟他说 那你说呢 他一直问为什么 对不对 那你就回答他 那你说呢 回答问题 还回去给他 让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就好了 因为也许他并不是真的要 追根究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那到三四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孩子的语言呢 他是很迅速发展的 他已经能够依照不同的情绪 他很生气 或者是他很开心的时候 他讲话的语调啊 他的声音啊 声量啊 都会不一样 那他会依据不同的情绪 还有氛围 他会去改变他说话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的孩子呢 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都要给他非常多大量的语文 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访说 大量的运用 到六岁的左右呢 孩子他已经可以使用正确 而且是完整的句型 然后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跟他的意念了 社交行为中常用的语言呢 也都已经差不多发展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觉得说 像五六岁的小朋友 有时候讲出来的话 我们大人都会非常的惊讶 那当然这是因为他学习的来源太多了 不一定是学校学的 有时候是电视上学的 有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讲话学的 所以他的来源是非常多的 重点是在六岁之前 是语言发展的非常关键的时间 就是三岁到六岁的当中呢 要非常非常的大量的给他们一些刺激 那话又说回来到一两岁左右呢 你会发现孩子他的语会很少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咬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 他是不是有语言方面的一些不理想的状况 要赶快请求医生去帮我们做一些鉴定 让我们安心一些 那这些语言发展的这些历程呢 最主要都是为了要表达 表达什么呢 表达他的需求 那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大家都知道 等边等角 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 因为人会去察觉环境的需求 这个环境包括自己 包括人 别人 包括环境 包括社会环境等等 然后呢 他理解了这个状况 譬如说 婴儿他想要尿尿 那尿不湿了 他想要更换 所以他理解这个状况 所以他用哭声来做表达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就达到一个沟通的一个条件 沟通什么呢 就是跟生活里面的人事物 逆时空去做沟通 那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其实呢 最重要的都是在生活环境中 在生活里面去搜寻讯息跟运用 那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潜能 那这样子的潜能呢 他是透过很多的循环学习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呢 经过了探索体验觉知 发现了新的事物 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它输入 变成我们的旧经验 长期记忆 我下次再碰到新事物的时候 我又从长期记忆库里面 刷出资料来 然后整合我的旧经验 然后把它输出表达出来 那这样一个 输入整合表达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一个循环学习 所以呢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这些循环学习呢 就已经不是知识灌输可以去涵盖了 所以幼儿教育的理念呢 已经逐渐的都是转向自由游戏 或者是引导式的学习 这些部分就是会让孩子呢 透过自主学习 自动学习的这一个需求 然后呢 转化到具备素养的一个样貌 我们现在都讲素养嘛 素养到底是什么呢 孩子他需要的核心素养是什么 什么是能够带得走的能力 那大致上呢 放逐世界大概都可以知道的 就是这一些 表达沟通 关怀合作 推理赏息 想象创造等等 一直到最后 就是我们所谓的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是我们的人呢 一定要学会 觉知环境里面的一些规范 觉知自己的规范 然后能够调整自己去适应 这调整的能力呢 是很多不是课本里面教的啦 那这一些能力呢 在幼儿园里面怎么样去实施呢 我用一个图表来表达 以目前来讲 很多世界各国呢 会有一些所谓的 对幼儿的一些图像 我们都希望孩子会哪一些能力 那当然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觉得孩子他需要的能力 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有这一些 有身体动作的 有认知的语文 社会情绪美感部分 那他呢 从这一些领域里面呢 有会分出来哦 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认知 就是认识字 认识字 认识数学 认识一二三四 可是 事实上真正的认知呢 他已经不再是那么的局限了 他反而是 你必须从生活里面的数学啊 自然现象啊 文化产物里面去整理资料 去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现在大人 我们碰到了一些 不明的问题的时候 赶快Google去问一下 赶快上网去问一下 这个就是收集资讯的能力 孩子能不能搜寻资讯 可以 不必透过电脑 我们只要把孩子带到自然的现象里面去 孩子自动 他的触觉很灵敏 他自动就会去搜寻的 那语文的部分 我们以前可能就是 也是认字写字读书 背书 然后默写之类的 那事实上他应该要扩大解释 语文为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有语文 我们无非是想要透过理解别人的想法 然后表达我的看法 这是语文的部分 那大致上可以 从哪一些部分去学习呢 从肢体动作 从口语 从象征符号 从文字功能等等 这些去学习 那这一些领域 各位看到情绪的部分 可能有些国家跟社会会把它结合在一起 成为所谓的品德教育部分 也许是别的名词也不一定了 那美感的部分呢 可能都是用艺术之类的 那事实上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应该也算是普普世的价值 我们都希望孩子从小 从小 从小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说三次 从小 就让他们有这一些的能力 是最理想的 那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是看现在 是看往后 不管今天孩子是学华语文也好 学各位自己在本土国家里面的那些语文也好 都是要运用在生活里头的 所以这一些课程呢 它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所以各位有看到吗 我用线条通通把他们编织在一起了 那这么多的课程我们怎么样去达到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去学呢 因为不能分科 不分科 不能说我们今天来上美感的课程 对啊 美感课程有很多语言的表达 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用游戏化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的模式 来把它扣起来 那游戏化是什么呢 游戏化其实它就是一个动态的历程 动态的哦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动态 包括你的空间改变 你的课程结构改变 你的教学的方式改变 没有什么一定从第一课开始教了 不一定了哦 所以各位如果有使用我们乔委会的 比如说华语向前走啊 生活华语啊各方面 你就会发现这些课程里面 其实都是提供老师参考 不是要让我们从第一课 第二课第三课这样子教的哦 因为当中的关联性很重要 我们可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 这样子来做没关系 那所以老师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些课程 把相关的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上这样子就会比较OK 好经过刚才我们这样讲 幼儿园的统整性的主题教学活动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今天虽然是华语文 老师的一些课程 一些研习 可是你会发现哦 语文就不只是语文了 语文涵盖太多了 任何的课程其实都语文 我们以前上数学都想说 数学就是1加1等于2 3 就是这些计算啊 数数啊各方面啊对不对 可是当你到小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应用问题出现 应用问题你必须要懂 那个提议你才有办法解题 所以是不是语文呢 其实他也是啊 所以我就下这个标题 语文不只是语文 那我这边呢大概就是 从刚才到现在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是不一样的解读的方式 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里面 可以给我们做回馈 那到目前为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提出来的 很好 很好 看到一个老师说 那你说呢 这招我学起来了 对嘛 把问题丢回去 孩子他们回去会去想办法的 这是在幼儿园里面我最常用的 而且回来的答案通常是 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只要把这些孩子的回应 都把它记录下来 后面就会呈现非常棒的事情出来 那既然我们讲主题教学活动 我们就来试试看 同整性教学活动呢 它是一个动态游戏化的学习路程 第一个它是不分科 不分科就是我刚提的 不分今天是什么科 第二个是 从孩子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出发 生活经验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孩子从小很需要各方面的文化刺激 孩子大概三四个月之后 我们会抱着他到外面走一走 呼吸新鲜空气 其实不只是这样 最主要是让他吹吹风 让那个风在脸上的感觉是什么 让他去体验的 那生活经验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因为生活经验 所以孩子会觉得那个是他的事情 那这样学起才有意思 那各位看到我们的 荧幕上有一张图表 有一张图 这是小朋友的生活记录 这小朋友这张图 老师猜猜看他在做什么 猜得到吗 好 这个孩子呢 这张图是告诉我们 他去看牙医 他躺在那个牙医的躺台上面 然后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旁边那个框框上面有很多只黑黑的头 然后一根下来的那个 那个就是钻牙齿的那个钻子 嘀嘀嘀嘀嘀嘀的那个钻子 他吓死了 所以那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同样是 看牙医的事情 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有的经验 可是每个人表达出来的会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 哇 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哭得好惨 对不对 为什么哭得好惨 后来我们就问他 访问他了一下 孩子孩子我们来访问你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的 为什么这么一直哭 而且哭到那个喉咙里面的那个气管 都快要跑出来了 他就说 我去看医生啊 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一直哭 不想要 不想要 后来呢 各位有看到 这张图底下有一只小小的动物 他说 猫咪医生就来安慰我 然后右上角有一包礼物 这个猫咪医生就用礼物 告诉我说 我不哭的话 他礼物就会送我了 后来我也没有拔牙齿 医生就不好意思做好了 修理好了 这小孩子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第二次再画出来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看 他第二次再去看牙医之后 他没有哭了 而且他还发现上面有 有灯 这个灯照亮他的嘴巴 才会让医生去看他的牙齿 这是孩子透过他的图 他独特的这种图画的表征 在告诉我们他的事情 所以 基本上要孩子做这个 要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操作 那在二维园的同整性课程里面 我非常推荐就是说 从大自然里面去取材 然后从生活环境里面去取材 那这样子的资源很多是 我们就不用太去花钱买太多的教材 买太多的教具 有很多的教具 其实对孩子来讲反而是一种限制 那我们既然讲同整性课程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老师妹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学主题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呢 花和树 大概跟大自然会有相关 对不对 那其实这样子的主题呢 是非常适合幼儿的 也非常适合俄语教学的 因为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都有的东西 只是说我们用华语文的方式 再把它编整起来 那老师可以用什么样去思考 用我刚才的那一张PPT 有几个领域 那每一个领域你都可以只结出一种能力 然后一个现象或者是两三种 不用全部 一个教学主题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能力 跟所有的课程 但是呢 它可以很丰富 怎么样丰富呢 这是我的做法 在这个当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 真的也还是每个领域都有了 但是我们所强调的能力 就少了很多了 就不一定要全部 因为我们日后 还可以有不同的主题来做补充 所以呢 今天我大概就会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设计 那里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语文表达跟自然认知的部分 其实都有 基本上我也很难去把它区分了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进行 整个幼儿园的教学流程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强调是大致上不一定是绝对 暖身活动 然后会引起动机 然后会有发展活动 然后会有延伸 会有欣赏分享 可能会有综合活动 综合活动通常就是 一个教学活动到最最最高峰的时候 会有一些综合活动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流程 还算蛮完整的 那最主要的是 在这样子的教学流程里面 会有大量的讨论 操作跟阅读 我说大量的 大量的讨论跟操作 还有阅读 而且操作对幼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大概从暖身活动开始 好 这个是我认为最简单的事情 也是我最常用的 我需要有小朋友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教具 各位看到它是纸箱子拿来做的 资源回收回来的 那这是什么 老师 也就是在暗示小朋友 当我举这样的时候 就是老师说话 然后我这样子的时候 小朋友说话 哎呀好棒喔 小朋友好棒 你看小朋友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这样子的暖身活动 其实策略有非常多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小朋友请你看我这里 请你跟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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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你学会了 现在你要学第二句 老师说 请你跟我这样做 你要回答我 这样做 这样做 可以吗 可以 好 来 请你跟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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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 这样做 给自己拍拍手 好棒喔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 就把孩子带进氛围里面的一个 很简单很简单的暖身活动 可是他的车率有很多种 一开始我通常都是自导自言 自导自言 就是我自己一直讲 一直讲 孩子多多少少 你如果有十个小朋友 恐怕就会有两三个小朋友 是在注意老师的 然后他就会开始 告诉别的小朋友 你看老师在做什么 安静安静安静 他会帮你维持秩序 好 再来有声音加动作 再来呢 没有声音的动作 没有声音 其实会很 小朋友的精神会很紧松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说 老师你不要一直讲很大声 你讲的越大声 还是越听不到 当你说 老师要讲很小声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眼睛都会看着你 那这是我们老师 可能平常就可以多练习的 还可以改变速度 请你跟我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请你跟我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速度的改变也是一个刺激 改变音色更好玩 请你跟我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感变的异性 改变音色也懂 outcome 改变声音的每个小朋友 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还有数百节奏 因为我们呢 有所谓的拍子跟节奏 所以不一样 请你跟我这样做 这是拍子 那节奏是什么呢 请你跟我这样做 这样做 这个就可叫做 framed 那可以互相这样子换来换去 我刚刚说个可以请小朋友来带动作 每一个 那蔡老师我想要我想要 非常棒 还有进阶版 进阶版是什么呢 可以做替换 当孩子熟了以后 熟了以后 请你跟我跳一跳 请你跟我跑一跑 对就是可以把这样做 这件事情就把它替换成孩子常常有的活动 这样子我们就增加了他很多不同的语言表达的部分 你甚至可以把那个字都写下来 然后你就挂着 孩子常常在看的时候 他无形中就会输入他的长期记忆里头了 进阶版还可以换不同的字 请你学我这样做 我们一起这样做 一样也是可以老师 小朋友 老师 小朋友来穿插 不一定每一次都老师开始 那没有意思 小朋友我也想说 老师我要先 OK的 好 这是暖身的部分 这个念咬也很好用 念咬通常会增加手势 一根手指头鸭 点点点 两根手指头鸭 减减减减 三根手指头鸭 连连连 四根手指头鸭 笑甜甜 五根手指头鸭 摸摸脸 圆圆的脸 而我最爱 小朋友会大笑的是哪一个 猜猜猜看 第几根呢 四根手指头小甜甜 就开始笑了 因为他手指头黏不到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小肌肉的活动 这是可以让小朋友这样子练习的 每一个手指头可以练习 这个部分小朋友就开始笑了 那我们就会达到吸引小朋友的一个目的 这是我自己把它改编的 各位看到最后一个字 点 减 连 甜 连 都是有押韵的 同一个韵 那同一个韵听起来就是好听 再一个手很好玩 一块步 两块步 一掠火车呜呜呜呜 一块步 两块步 一条小蛇去散步 一块步 两块步 一个娃娃爱看书 一块步 两块步 一只蝴蝶飞上树 这个都是可以用面谣来带的 那暖身活动的运用非常多种 你可以用故事 用练谣 用歌谣 用律动 我今天没有准备律动 那老师可以随时去做转变 也可以用游戏 那儿歌的部分也很好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的朋友在这里 在这边 我要提醒 因为幼儿年纪小 老师的动作要大 老师的动作大的时候 小朋友他才有办法看到你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 还有老师的肢体动作 也是要很有趣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的朋友就是你 这个也是很多老师很常常使用的 他一样缩白蝶奏歌曲 加上首饰 加长版 加长版我们会来看 这是后面我把它加下去了 因为第一段是在找朋友 那第二段我已经找到朋友了 所以甜蜜蜜真欢喜 我的朋友就是你 那这是一个加长版的部分 一样也有进阶版 进阶版这个老师可以拿来点名 点名使用 或者是做替换 一样替换语词 我的朋友在哪里 就可以把它改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我的书包在哪里 书包 铅笔 饼干 水果 都可以改变 这个都是老师要灵活的运用 也可以把你预计要给孩子上的这些 教材里面的东西把它套进去都可以 那各位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很心机 我很有心机 我有些字是用红色的 红色的字 各位知道我们的乔委会的这些 华语向前走生活 华语里面 每个孩子有一些基本上他要学会的字 都在这个里头了 然后师生对唱歌词字报 歌词字报这是非常好用的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教材后面 都有附有一些练习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大的字卡 一直贴在教室里面 一个全语文的概念的时候 小朋友都是非常好玩的 好那接下来是一个游戏的运用 那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影片 我们要请我们的助理老师 帮我们播放影片一 好 老师们可以自己看 我们的爱obile 和我方 Galilei 有点 Viktor 董事 钳鑽 像 橘 劈 平 索 4 オ 灯 惊 你是不是说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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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运的你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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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我就说 我 很晚 你对就是我 你对就是我 你在的时候 你对不起 你对就是我 你对不起 接着是 你对不起 你对不起 真的是 liegen 这是你 不讽和那是谁 不想提 不想提 和你一样合与 别不认我 这是你 和你一样合与 好 各位刚刚看到那个活动 它是一个自发性的活动 不是老师叫他们说你们要玩什么这样子 所以自发性的活动自主学习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暖身活动之后呢 就会把孩子进入正规我们想要给他的课程了 那事实上和我们这个主题呢 非常适合就是把孩子带到户外去 那户外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植物 会有很多的昆虫 那透过孩子们去观察 去讨论 去记录 然后回来了我们再来review 孩子们刚刚看到了什么 让孩子去讲 你就会发现孩子会讲出非常多的事情 这些也都是我们所出乎意料的 比如说他们会说走路去散步 然后会去拜访树木 我们大概只是认定说孩子可能会说看到树木 就他是拜访树木等等 那这些资讯里头各位看到红色的字 就是我们的教材里面要带给孩子 虽然他不是从第一课第二课这样排出来的 他是两侧三侧这样子把它整合出来的 那这些观察记录之后回来教室要做什么呢 先让孩子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这个回顾就是我们的评量 小朋友的评量他的作品就是评量的项目之一 从评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对这件事情 他大概知道了什么 然后除了评量之外 我们透过几次的这样子的散步回来之后 总是要让孩子有能够更多的发挥 所以孩子们就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讨论出来 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分组 然后用图像符号来表现 那要表现什么呢 老师要提醒他们我们讨论过 我们看到了哪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要用哪些素材 我们要用哪一些工具 都是呈现在这个里头的 那这些都是大量的讨论里面所使用的 所以孩子在一个活动里面 他会学会工具的使用 他会知道怎么样去寻求协助 他会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那更重要的是 华语文教学无非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使用 他能够讲 他能够听 他能够说 他能够读 读哪一些简单的字 会哪一些简单的字 其实都在我们的讨论里头了 老师你只要抓住那个 把他书写下来 把他张贴出来 让孩子不断的透过视觉的刺激 那他就会记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字是小朋友自己讲出来的 他们自己最清楚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 美劳啊或者是画画啊 还是一样可以透过肢体动作来表达 他们所看到的 那这个透过讨论之后 我们又发现 孩子还知道我要用耳朵听音乐喔 有音乐在想的时候我就可以走路 然后音乐停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动作 那这样子的活动呢 孩子是非常棒 你看这一些小朋友所组合出来的画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要请老师留意喔 在孩子的讨论中 跟你所使用教材里面要教的字 把它做成图卡字卡 那小的字可以让孩子来操作 然后配合游戏来使用 然后把字卡布置在教室里 让孩子可以随时看得到 那有些比较大的字卡 你可以配合实际上的物品 放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对应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 一定会有延伸出其他的问题 那延伸出来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从绘本里面去引导 那这本呢是超神奇种子铺 那这本书呢是日本的画家 跟儿童文学家 宫西达野他所创作的 台湾的话是由小鲁文化出品的 故事非常简单 然后非常好玩 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当然为什么在活动当中 我们用这样子的一本书去介入 当然是由我后面的 很有心机的安排 我的心机是什么呢 来 你们来看看 在继续带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焦点不一样的 他会发现比上次没发现的东西 他上次没发现的东西代表什么 他的知识进去了 他的经济库变大了 那发现了不同的东西 可以做不同的创意 我们就会捡种子回来 然后会认识一下种子 我们只要把捡回来的种子呢 做了整理之后 是可以拿来创意的 各位这是我做的 他就是种子做成的一个沙灵 这个也是完全都是回收的保特瓶 那这是树枝 里面是种子 那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教具 小朋友也可以操作 那甚至于呢 我们可以让孩子来做一些玩具 你看这个也是种子 有声音 那这个呢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画完的话 以后把它串起来 这个呢就是如果 你想让孩子做一些礼物 送给爸爸妈妈 这就是最好的了 不用花钱 孩子也可以动手动脑 然后还可以很有意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当我们带孩子出去之后 我们不同的发现 就把他再带进教室来做不同的课程 那孩子可以来分享 他用了什么东西 他做了什么样的造型 他跟谁一起做 他有没有产生困扰 我不会绑的时候怎么办 这一些都是不断的 怕问题给孩子去解决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 因为孩子捡到种子了嘛 所以我们又另外一个 绘本在介入 这是一颗巷石 这是罗拉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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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起合作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他是在讲一个整个生态 一个永续生命的一个简单的故事 那由远见天下文化所出版的 那这个这本呢 到最后他所讲的就是 因为这一颗巷石 他到最后 他中间发生了一些状况 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自己可以去买来看一看 然后也可以给孩子使用 这一棵巷石因为它到最后产生了一整片的森林 那在我们带孩子出去走走的时候 森林里面有非常多的物品 非常多的产物 包括了叶子 包括了种子 包括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收集回来 像这个就是我收集的种子 很大颗 然后收集的种子 我们是把它放着 放着要做什么呢 就放在那里吗 不 当然是给孩子操作 孩子可以怎么玩呢 各位想想看孩子 这次要怎么玩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玩呢 你看像这种很漂亮的松果 这个孩子都可以做创作 我们有小朋友就是把松果就做成了一只刺猬 我不知道它可以做出刺猬来 可是它居然可以做出刺猬来 那甚至于是一两片叶子 我们只要加个简单的东西 它就可以是很不同的 你看这是一片叶子 我加两个眼睛它变成一只红鱼 可以来说故事 就说什么故事呢 天马行空都可以 好 我只要剪一个种子 我把它贴起来 它又变成了什么 我们小朋友说 老师很像猫头鹰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孩子超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说是猫头鹰 老师说都可以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去鼓励孩子说话 是没有问题的 是对的 那这些种子可以让孩子来做铺牌 这个铺牌游戏 也是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活动 因为第一个它不用花钱买 第二个它排一排 可以有非常多的创意跟美感在里面 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 第三个它玩一玩还可以重来 我们只要再把它收好 下次都还可以再重来 而且可以让孩子学分类 学比较 这简直是太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铺牌 是我们一直在幼儿园里面最常用的 而且孩子在铺牌的当中 它有非常多的语言出来 如果你发现孩子 他在铺牌的当中 他没有什么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你可以找小朋友跟他一起玩 或者是我们老师跟着他一起做 然后问他问题 他怎么问 就是我们那人 5W加一个H的提问方式 老师要常用 你跟谁捡到这个 这是什么 什么时候去的 在哪里捡到的 捡这个要做什么呢 还可以怎么样呢 这些不断的提醒孩子 那我们在提醒孩子的当下 其实我们也是在提醒老师自己 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对不对 孩子在提供我们很多的教学材料 那这是个人的部分 那你会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松散素材的铺牌 有没有办法小组来完成 当然有 小组更好玩了 因为小组的当中 他们的语言量更大了 量更大了 叽叽喳喳 你要注意听 你要注意听他们在讲什么 也许他是在跟你求救说 老师我业子不够了 而可能在吵架说 我要先我要先 事实上呢 孩子在做小组活动是最好的 因为孩子需要有同侪 一起互动 除了有趣味性之外 略略有竞争性 然后成果会有很多元化 那孩子的铺牌的部分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助理老师 我们来看 连续看两个小影片 那这个影片呢 是非常棒的 请大家可以看 好从这两个短短的影片当中呢 老师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是不是有发现了孩子有问题 他们在剪刀石头布 其实他们就是在讲说 我等一下我要先排 因为要轮流 要轮流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当中的很多的语言出来的时候 老师只是站在旁边协助而已 那这样子的活动大人也可以玩哦 不要怀疑 这个就是大人玩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去帮老师们上课的 这当中也有马来西亚的老师 有菲律宾的老师都有 那大人在玩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一样 我们要来透过两个影片 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短短的影片 这两个影片呢 最终的结论是 老师说 哎呀我还是觉得 小朋友的创意比较好 的确 那是因为我们大人都被 很多的框架框住了 当我们一直在从事着一个 很忙碌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创意呢 在我们的大脑突出里面 已经自动修剪掉了 所以呢 我最近一直在推这样子的教学的时候 我都是希望老师能够自己先操作过 真的是好玩 然后自己觉得好玩 你才有办法让孩子也觉得很好玩 那因为他没有固定的 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题目都可以天马行空 你怎么做就是怎么对 那重点是 使用完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操作 让他回归原来的位置 收纳整理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是生活里面也常常 我们常常说 我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收纳 然后就乱七八糟一片 好 那最后这一个衍生活动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这只毛毛虫真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超喜欢的 这是艾瑞卡尔做的作品 上语文化出品的 那我想大家对这一本 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吧 好 我们来看看孩子的反应是什么 好 所有的活动里面 我们都希望孩子用他独特的图像 象征符号 来呈现出他所认知的 这个课程里面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是这一本书 可是每一个人孩子 所画出来的毛毛虫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有的小朋友觉得说 因为啊 这是在一片大树叶上面 咚 长出来的毛毛虫 所以他只画了一大片的叶子 可是有的小朋友觉得说 可是只有一片叶子不够吃啊 所以他希望孩子的 那个毛毛虫的叶子是多一点的 那有的毛毛虫是彩色的 那除了这样子的图像的一个呈现之外呢 我们有非常厉害的不同形式的呈现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这个呢 是结合了语文跟艺术课程 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朱宇老师 帮我们播放第六个影片 大家好 我是张浩文 我是林佳安 我是洪青跳 我是林佳安 小小小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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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下 有一颗小小的蛋在一片大片的叶子上 第二天早上 说了出来 有一颗小小的毛毛虫爬出来 心底一 她只有一颗毛毛 Muave don't you 撕拮里面小黄瓜 壬 二颗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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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然啊 n 紅的 他吃了五天 紅的 一顆 一個麵包 還有 一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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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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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片蘑菇 一顆洋蔥 一個蘑菇 還有一條小玉米包 一顆蘑菇 還有一片蘑菇 西瓜 一堆蘑菇 還有一條蘑菇 還有一片蘑菇 還有一片蘑菇 一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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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蘑菇的 毛巢 現在我肚子好餓 好痛啊 好痛喔 我要吃一張 甜甜的葉子 好痛 好痛 還不要拿一個一個 開水 拿一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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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椅子很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大家我們的心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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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才的影片裡面呢 大家一定看到很多好玩的 錯誤的奇奇怪怪的 這些有一點就是說 突破了這本書裡面所講到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情況呢 其實呢 在故事之後呢 也是要透過很多的檢討討論 那事實上小朋友有提到了 在製作那個舞台的時候啊 首先在收集指向就很辛苦了 各位看到其實這只是在一個班級裡面 他們自己完成了一個小小的 很自然 都有聽到老師說 老師說什麼 前面的小孩退後 有沒有 對 因為這是很自然的呈現 我並沒有去修正什麼 然後你會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他背後貼一個我是勇 有沒有 那媽媽把那個字寫錯了 有 有沒有 可是這小孩子非常用心 他很在意他這個角色 所以他那天特地穿了咖啡色的背心 你看孩子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劇場演出 可是他們是多麼的重視 還有你看這些花花草草 這是就是 老師用了一些時間讓孩子去做設計 然後去把它佈置起來 那在這個戲裡面你會發現 有一個非常稱職的太陽月亮 他都沒有講話 可是他該出現的時候 他都有出現 這是因為孩子他對於時間軸 這個故事的時間軸 他都很清楚 每一個角色 誰該做什麼事情 都透過分工 弄得一清二楚 那這些道具是怎麼來的呢 很好玩 在書本裡面的毛毛蟲 沒有吃那麼多東西 那為什麼 這劇場裡面的毛毛蟲 可以吃那麼多東西呢 我想這個是應該可以被允許的 有很多孩子的東西 我們要去稍微給他做修正 那這隻毛毛蟲 為什麼可以吃那麼多東西 其實那些吃的東西都是 教室裡面娃娃家的道具 娃娃家的玩具 娃娃家裡面就很多什麼青菜 胡蘿蔔 馬鈴薯等等 那更厲害的是那個說書的人 拿道具的人拿出什麼東西 他就要說毛毛蟲吃了什麼東西 這是很厲害的 那最後呢小朋友還會說 謝謝大家 然後會問大家說 我們的戲好看嗎 非常的謙虛 然後大家都會很捧場 好看 然後還會有人說 再來一次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到 那這些都是給孩子一種鼓勵 鼓勵的當中 不只是老大人給孩子鼓勵 孩子跟孩子之間的鼓勵 也是很不一樣的感受 那這個教學的主題呢 其實他還會有很多相關的活動 因為跟植物相關 後來呢我們就有老師呈現出 下午茶喝花茶 各位看到喝花茶下面那張圖寫了三個字 喝花茶 那各位我們都知道 幼稚園階段我們是沒有強調教學字的 可是孩子為什麼會把這個字寫出來呢 就跟我們 第一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語文發展的那個曲線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個階段孩子他有仿說 他會去模仿說 那這個孩子呢他到了五六年 五六歲大概要上小學之前呢 他會有一種內在的驅動 他會想要寫字 那通常寫字會從什麼開始寫起呢 會從自己的名字開始寫 所以我的策略是什麼呢 我就給孩子做 簽到 簽到一天一格喔 你來的時候你就要簽到喔 我們去參加活動也要簽到啊 我們簽自己的名字啊 像我的字黃黎滿的黎 太難寫了一個字三十話 我寫完三十話人家已經進場了 怎麼辦 我就畫一隻小鳥 那個小鳥就是代表我 一樣小朋友不會寫名字的時候 打個勾 點一點 畫個太陽 畫個花都沒關係 時間長了之後 他會發現 老師你怎麼都會寫名字 我不會寫名字耶 那我們就慢慢來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的他就會寫了 那這個呢就是 我們覺得說 孩子大部分的孩子 大部分是在五歲到六歲左右 他們會很有這種 防血的一個現象出來 那你各位看到那個 延伸活動消化課程旁邊 有張表格什麼 玫瑰花茶乖乖九元 他還會定價喔 巧克力酥八元 瓜子然後畫一個 像日葵 像日葵瓜子 真的有像日葵瓜子耶 七元 這些都是防血 孩子他自己 發展商 他覺得他好像 嗯我長大了我要回寫字 就是這樣來的 好相關的課題就是這個 那一樣也是屬於自然的課程 最重要的 我們要帶給孩子美好的一些感覺 那美好的感覺怎麼樣去營造呢 老師可以跟孩子一起來合作 合作做什麼呢 我們做心思 我們可以改編文學作品 我們可以來編故事 但是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老師要把它寫下來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強調 一個幼幼園的教學 能不能夠很棒 讓大家覺得好好玩 是要有很多方面的呈現的 而這很多方面的成色 都需要老師來處理 所以說我才會說 我們為什麼每一個 每一個領域的東西 我們都要會 都要會 老師除了像章魚之外 章魚只有八隻腳不夠 所以要像水母 水母那麼多隻腳 可是很柔軟也不夠 所以我們要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學習 那文學創作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我們是改編了文學作家 把小朋友講的話 就把它卡進去 那我們還做了 繪本的創作 繪本創作 我覺得是最好玩的 那這一本是未完成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手上這一本 裡面其實是 我們撿到了葉子 我有稍微把它壓一壓 讓它乾了 乾了以後我們就把它貼貼 做一做 然後可以把孩子講的話 把它記錄下來 像這個我本來以為 小朋友會說是 兩隻貓咪在講話 結果不是 他們覺得是貓咪跟兔子在講話 所以孩子的想法 常常會很出乎我們的意料 那這樣子的繪本 是非常簡單 那我們可以自己做 那繪本有非常多的模式 那也是另外一個課程 然後以後有機會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樣整個 整個主題呢 大概是這樣子的話 會在語文的部分 跟藝術創作的部分 會蠻完整的 好 所以呢 到這邊 大概我們今天的時間 也所剩不多 那我看到老師有很多問題 幾歲的小孩最適合學語言 其實我們說過 語言的學習越小是越好的 之前有一個影片 有一個小朋友他會講三國語言 那這三國的語言是從哪裡來的 一個是媽媽的母語 一個是爸爸的母語 然後又是華語文 是怎麼來的 就是從小三種一直混 一直混一直混 那重點是孩子只要搞清楚 我同樣的這件事情 我用什麼樣的語言去表達 我想要用什麼樣的語言表達 爸爸說中文的時候我就說中文 媽媽說說英文的時候我就說英文 他代表同一件事情 越小越好 那如果說我們希望孩子能夠識字 就是認識字的量多 有一個小孩 兩歲吧 認識了兩千多個字 這怎麼來的 他的家裡貼滿了字 冰箱上面就貼著冰箱兩個字 桌子上就貼著桌子兩個字 是全語文的概念 那我們在教室裡面也可以這樣做 那也許有中文 然後底下也可以附上你們當地母語的語文 比如說你是德國的 那叫德語 英文的英文 同時呈現 那這樣子的刺激 讓孩子他能夠經常看到 那對他的學習是有效的 好 那 暖身活動 這個我們剛才 其實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因為那個策略還蠻多的 可以好好的 以後有機會真的是可以來特別做一個暖身活動的分享 沙齡串 沙齡串 這其實是用綁的 我用麻繩 因為麻繩用綁的比較好綁 它可以用白膠黏起來 好 那你只要捆一捆就好了 那這個果實 種子呢 一定要中空 你只要剪到種子 你也可以把它挖掉中空的話 就可以使用 越中空它聲音越清楚 那這個沙齡的部分 其實是 寶特瓶 我把它剪掉 頭尾相接就變小了 然後我 取了一根木條 木頭剛好可以把它放進去 所以其實 它是可以打開的 它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看到 我並沒有把它的那個 那個瓶蓋給它封死 沒有 所以裡面的種子是可以換的 也可以拿出來 剪了一些種子 沒地方放 我就把它放進去 那這樣子的話 它是可以多功能 孩子你不喜歡的這些種子 或者是你有新的種子 你就可以更換 那重點是我們要經常去 跟外面接觸 那還有就是老師 你自己在閒暇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要多充實 這方面的一些知識 這些經驗 好 小小班只有兩三位 也能引導嗎 那當然可以啊 尤其是像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鋪排的遊戲 鋪排的遊戲 那你只要把給它鋪排的素材的量減少 量減少 你先開始可能只給他四五樣 也許不用那麼多 你自己可以斟酌 四五樣排一排 他可能一下就不想排了 所以年齡越小的孩子 我們的策略要越多 我們要越轉變 然後彼此一直嘗試 哪一個東西是孩子最喜歡的 那事實上我也會告訴爸爸媽媽 你一定要很瞭解你最愛的是什麼 孩子最愛的是什麼的時候 就是我們家長跟孩子之間 萬一有什麼爭執 有什麼你要我不要的時候 是我們最好談判的籌碼 那這個都是牽涉到親子之間的輔導 跟我們的班級輔導 班級經營裡面有很多的課題 都是這個部分的 老師要射略的多一點 如果小朋友孤僻不合群 不合群的孩子到處都有 應該是說每一個老師都會碰到 那都碰到怎麼辦 關鍵在誰 老師就是我 知道嗎 所以我為什麼一再強調老師的角色很重要 老師你要夠可愛 我們要裝可愛 嗨 我們要裝可愛 這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 就是在吸引小朋友 今天我們因為是時間的關係 大概就是只能跟大家回答到 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回答到 那以後我們有機會我們再一起來 好 那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共同來分享 就是說 我們常常要去想到說 我今天扮演了什麼角色 每個各行各業都有他不同的艱辛幹苦 我非常理解 華宇文老師在海外的辛苦 因為我去海外很多次了 那樣子的辛苦 常常我自己是上網課之後 我就會掉眼淚 因為覺得說 我們都在不同的領域裡面在打拼 可是我們也有很多很 與眾不同的成就感 所以我是幼教師 我們要 嘿 我們要很勇敢的告訴人家說 我就是幼教師 那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我們大家都要不要忘記 我的初衷是什麼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鼓勵 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都會 他好想回來當小朋友 好那你回來回來 我回來幫你上課 好那就是這樣子了 那我們以後有機會 我們在不管是在線上也好 在海外也好 我們在後會有期 OK好 拜拜 拜拜 謝謝各位 拜拜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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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